很多人都想吃我们的客家辅猪 今天铁头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客家辅猪的传统做法 铃铁铛家头感好 先把黄豆用流水给它冲洗干净 把那些沙沉冲洗掉 洗净的200克黄豆放到大碗中 然后我们加入1200克的清水 给它浸泡10个小时左右 像现在的天气 我们最好是拿到冰箱里给它冷藏 这样子的话那味道就不会变酸 如果不放冰箱的话 我们给它多换两次水就可以了 真的黄豆已经泡好了 现在给它冲洗一遍 如果看到有坏的把它挑出来 把处理好的黄豆直接放到破壁机中 我们泡好的4黄豆是500克 加入1150克的清水 黄豆和清水的比例是1比2.3 把它打碎 打得越细腻越好 豆浆打好 用一块纱布给它过滤一遍 把豆渣过滤掉 过滤出来的豆渣用来喂会生蛋的母鸡 不会生蛋的看它们吃 像豆腐一样 过滤出来的豆浆倒入布沾锅中 开最小火用个漏勺把表面的泡泡给打掉 这一步很关键 关系到做出来的腐竹有没有光泽就靠它了 泡泡完全打好后把火调到最大 把豆浆煮开 做腐竹小妙招就是拿个扇子边烧边在上面给它刮两风 我们的豆浆已经煮开了 现在把火调至最小边煮边吹风 把它上至表面有一层皮出来了 现在把火关掉再继续慢慢给它散一下 腐竹已经成型了 先用开子把锅边边上烤脱 要不然它会烂的哟 然后从一边给它裸在一起把它挑起来 挑出来的时候尽量在锅边上 要不然水滴滴下去有气泡 在中间下一张腐竹就不亮了 挑出来的腐竹放到一边晾干 重新调小火把豆浆烧至微开 边煮边上这样会比较快 又做好一块了把它挑起来 我们锅小做好的腐竹会比较小块 一直这样子重复直到把豆浆烤完 为了腐竹全部做完了 总共做了十来块 现在拿上去凉干 腐竹只能风干不能爆晒 据说爆晒过后的腐竹有一发霉哦 做腐竹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注意三点 第一打好浆后过滤干净 第二烧开后尽量把泡泡撇干净 第三烧开后全程用小火煮 边煮边散更容易成型 我们的腐竹晾了两天 已经完全封盖好了 样子小了一点但绝对纯正 无任何的添加 要晒到这个程度 一捏它就碎就可以了 简单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炸热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